曹小易 你看看你妈 都拿了些什么破菜呀 把家里弄得脏兮兮的 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李嘉兴 你这是干什么呢 这是咱妈在农村种的有机蔬菜 特意拿过来给咱们尝一尝 在城里也卖都卖不到 我不管 你现在就给那个脏妈打电话 让她滚出这个家 现在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给咱们换一个大房子 顺便把那破二手车也换掉 好啊 李嘉兴 你给我等着 妈 你过来一下 我有事找你 儿子 这是怎么了 没事 妈 明天我给你买张火车票 你先回去吧 儿子 妈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事 妈 有您儿子在 谁敢嫌您是麻烦呀 只不过公司出了点问题 我被辞退了 这样吧 妈 明天我买两张火车票 咱们一块回家 曹晓忆 你 最好给我闭嘴 儿子 儿子 那咱们俩都走了 这新买的房子 该怎么办 没事 妈 到时候呀 我把这个房子一卖 拿着钱 把老家的房子 重新装修一下 行了 妈 你呀 先赶快回收拾东西吧 我完了 再跟你说 曹晓忆 你做的可真够绝的 李佳西啊 平时你无理取闹也就算了 可这次那是我妈 曹晓忆 你可别忘了 你的工作 都是我爸妈给你找的 没有我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费金巴拉了五六年 他买了这么一个小房子 换你的铺二手车 只有你这样的 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那是我妈 她辛辛苦苦的把我养大 我凭什么不孝顺她 又凭什么不善待她 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嫌弃她 你 你喊什么喊呀 我懒得理你 我让你捡 李佳西啊 你别太过分了 曹晓忆 你就把那个死老太婆 说回能统怎么了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那是我妈 你妈怎么了 陪你过一辈子的人是我 不是你妈 生我养我的 是我妈 不是你 你们家是有钱 那也是你们家的 我没有花过一分 至于工作嘛 明天我就辞职 至于咱俩嘛 就这样吧 小丽 去 娜总 不好意思啊 让你看笑话了 这个呀 是我妈种的有机蔬菜 您如果不嫌弃的话 就拿回去尝一尝吧 这菜 我拿走的话 不太合适吧 这菜呀 绿色无公害 一点農药都没到 你就拿回去尝一尝吧 行 那这菜我就收下了 不过不得不说 你刚才做的 真的挺爷们的 他呀 这娇声挂养挂了 哦 对了 咱们刚才谈的那个工程 就交给你干了 顺便 让阿姨也一起留下来 你呢 作为儿子 可以一边赚钱 一边孝顺父母 这个呀 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他先成立麻烦 不愿意留下来 这全天下的父母 都一样 都怕给自己的子女添麻烦 不过现在 这麻烦 不是也解决了吗 拿走 那么大的工程交给我 我怕我能力不足 完成不了啊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呀 再说了 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的能力 我还是相信的 还有啊 我相信 这善良的人 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懂得孝顺父母的人 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感谢观看